嗨,大家好,这里是Dialron小G 从Windows转到Mac 有一个非常不习惯的 就是右键不能新建TX的文本文件 不管在桌面还是在Funder中 鼠标右键都不能快速的创建文本文件 Mac上并没有提供这样的快捷功能 甚至你连创建文本的入口都找不到 这个视频就和大家分享两种办法 来新建TX的文本文件 其中第二种办法非常的快速 而且也很实用 可以先看一下 在Funder中点击这个按钮 立马就会生成一个TX的文本文件 我们可以任意改变它的格式 点TXT添加 这是在Funder中 也可以在桌面 然后全区搜索新建 新建文本 一样 这就生成出了一个TX的文本文件 今天我要分享的办法 大致就是种种效果 视频篇幅有限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我的个人博客 老播种树 这里是我的大本音 内容更加丰富 先来看第一种方法 Mac知道了一个文本编辑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APP来创建文本文件 点击 现在已经进入了文本编辑 点击偏好设置 将格式改成存文本 这样子新建的文件就是文本文件 保存 也可以选择文本的编码格式 保存 这个文本编辑 默认是创建副文本的 也就是这个多信息文本 它创建的副文本文件里面 可以放很多东西 比如修改字体的颜色 放表格 甚至可以插入读片 我这里有一份副文本的例子 这是带颜色的字体 这是表格 这是读片 先将上面这两份 复制到副文本中 整个格式还是没有改变的 这种RTF副文本文件 可以支持这些东西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RTF文件 我们也可以将它转成文本文件 选择格式 制作纯文本 但是这样的话 这里面的很多信息都会丢失 格式也会乱 因为这种TST格式 并不支持这些东西 它只支持纯文本 这是第一种方法 就是使用Mac自带的文本编辑App 到我们实际工作使用中 这种方法还是太慢了 不够快捷 现在我来分享 创建一个新建文本功能的App 用它来创建Text的文本 我先将这个App删了 我们使用自动操作来创建一个应用程序 这个应用程序创建的位置 我就放在这个应用程序下面 然后点击新建文稿 文稿的类型选择应用程序 选取 这里搜索运行 运行Apple Script 将它拖动到这里 然后将这段代码 复制到这个代码框里面 先将原来的删掉 粘贴 然后保存 我要取一个名字 Windows上右键 打出的是新建文本 这里我也取新建文本 储存 然后叫它关掉 现在这个应用程序 已经创建出来了 新建 新建文本 我们也可以去它的位置看一下 在应用程序下面 但是这个读标实在太难看了 还是一个默认的读标 我要为它修改一个恰当的读标 我觉得Mac自大的文本编辑应用程序 它的读标就挺好看的 很恰当 所以我准备用它的读标来当做 这个新建文本的读标 先去找到它 文本编辑 然后显示包名称 搜索一下它的读标 Mac上的这些应用程序 这些App 它们的读标 它们的读标读片格式 并不是偏音机 而是ICNS 所以我要搜索 这个格式的文件 这里 这个文件就是读标文件 将它复制出来 好的 读标已经找到了 Command I 将这个读标 拖拽替换 这里已经改变了 先将它删了 然后我们新建文本 直接刷进这个应用程序就可以了 你看 也可以和前面演示的一样 全去搜索新建文本 也会在当前位置生成一个文件 如果你觉得这样还有点慢 可以将这个应用程序放到工具栏上 按住Command 然后拖拽 就可以了 并不用什么其他的软件工具来支持 也不用操作终端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用 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雕龙小技 油管和B站都有我的视频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